張育成在世界棒球經典賽A組預賽 拿下MVP好表現引起關注 不少人也關心他回美國之前 還有哪些公開行程 張育成在Instagram發了現實動態 寫下澄清湖不見不散幾個字 2023年中華職棒新球季 將在4月1號開始 在這之前的官辦熱身賽 3月17號也會開打 第一天分別在雲林斗六 嘉義市以及高雄的澄清湖 都有賽事舉行 其中在澄清湖棒球場 有主隊台岡雄英對上客隊中型兄弟 中華職棒就特別邀請張育成 來擔任開球嘉賓 而張育成這幾天也回到母校 怎麼樣加強球技 通通不藏私傳授給學弟 更特別感謝球迷 你們的聲音 你們的力量 都帶在我的身上 我所有在場上 我才有很好的表現 就再次感謝所有的球迷們 為我的加油 那我要回美國了 也請你們繼續關注我在美國的消息 即將要回美國 波士頓紅話隊進行春訓 在這之前為終職熱身賽開球 預計也會吸引不少球迷 到場一堵他的風采 他最經典的敬禮首飾 開球當天也有望重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